这边的话 汽车有点窄啊 这个地方的话 好像前段时间骑自行车的行人是在这个角落 要出垃圾的 这个未知录影的 你们看 这一段就塌的都差不多了 摩托车能走 这个大坑真的是完全过不了 我昨天是把番茄放在院子里 但是你们看 灰尘一样很大 这是个院子 有遮挡的 刮沙城包啊 现在装包 然后就往塔沙古道出发了 这里每家每户 本口都有这个黄色的铁拱 应该房子东西掉下来了 在这个插群箱 买了许多泡面 今天是买不到菜了 因为过节放假 来大陪想插到石头 买了抢站 也很快就跑了 再来的地方了 不想插到石头里头 没进去过了 超级困难 滚水 目的断射 以后是太区域 也很快 不想插到石头 要可以插到石头 都你要来马上 走到石头 够佛 在景头 不想插到石头 刚才都要走 现在就有发烧骨道了 这路就这么宰了 猪子没问题吧 没问题 走走谢谢拜拜 除了荒就是荒啊现在 现在海拔在爬升2100多米了 看开始看要到天空了 沙尘越来越少了 越高的地方它越爬不到 这个隧道叫脚轰动 这种路也有避险车道了 因为在下坡 这种路也有没有 这种路也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我我原先佩服了一个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佩服骑自行车跑的 对骑自行车才厉害 那不然现在我又佩服你们骑摩托跑的 骑摩托车的也是烧油的 哈哈哈哈 摩托骑上也累啊问题上 嗯 需要多休息啊 多休息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也是 不要骑太久 多休息一下就好了 骑自行车的 我原先特别佩服骑自行车的 那种我可以骑摩托跑 现在我年轻大了 我已经骑摩托了 我也特别会不骑摩托了 摩托反正我以前跑过 我是轻大了 两个厨师 倩兴应两百二十多 前面好 倩兴还有二百三左右 这里有一个加油站 大拍过来是110多 这边提桶加油 又加满了 这里一个岔路 反正要走到更小的路了 塔斯富尔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天气平了 所以落石的概率比较低 但是也要注意 哇 你们看 喇叭声了回声 很响的 目前就这个路 比阿里东向好走多了 没有多吧 前面是不是更难走 对 没事 我今天不到 你这两个葫芦好说 我今天不到 我今天到塔尔乡就可能不到塔 现在慢慢走 没问题 你摩托车没问题 对对对 我慢慢走问题不大 你们马上出去了 马上就好走 谢谢 不用这样 拜拜 注意安全 我把这路就不干嘛走 在这边 这不知道电线还是管的 您好 哇 厉害呀 比自行车的 嗯 今天从哪里起过来 今天从路口上 在这个村庄 哦 这是加油站那边 哦 这加油站 小一点 哦 对对 哇,你今天怎么停了啊? 哪些啊? 今天干什么? 今天不知道人家走到哪里,但是天黑就休息 对,这前面好像也不好找露营的地方 不好找? 我看他们有一些人昨天在桥栋底下什么的露营 啊,桥栋底下也可以 前面有个什么库科西路隔乡,不过应该还挺远的 我是计划到什么那个塔尔乡 到塔尔乡,我明天在绿豆盘龙组到这个塔尚成两圈子 你这个快的? 对对,我烧油的,给你没法提 你之前才厉害 好了,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这一段都差不多了,摩托车能走 汽车得从下面走 反正都能走 这里又踏掉了 有骆驼 有骆驼 骆驼怎么叫的? 呆呆的看着我吗? 这里又有个骆驼 别看骆驼,撞出去 在海拔2500多,接近2600 这个沙藤就几乎没有了 这个沙藤都少了好多 哇,这是有点软的沙子 这里是过不了的 掉头 自行车的话能过 但是有点尴尬 反正这边不好掉头 这个大坑 真的是完全过不了 自行车泄行李可能过得了 我们要掉头了 这是个下坡啊 不好掉啊 只能用蛮劲 有点推不过去啊 你不能这样掉 这样掉会下去的 我只能把 斑鞋往后推 还是推行李吧 我现在用肩膀顶住行李 这样子 哇,太重了 这防止倒车 后面有石头压住了吧 那里把他伸起来了 哇 没有提问 又倒了 要卸行李了 卸行李了 赶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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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个小坡 特别难推 安全没问题 卡沙古道各阿野中间 这个路比较好走一样 荒芜人业都没有人 你看 扶车什么都得靠自己 搞定 这个让我倒车的坑 你们看 它是很大的 自行车可以从 哦 这里过 走 咱掉头了 这有一条路 应该走这条变道的 有点陡 慢一点 哇 而且有点沙子路 蛮好 比较硬 下雨天的话 这边就别想走了 而且都是沙子啊 我不该把脚放下去的 我的斜下犬是沙子 哎 终于走出来了 好 像我的脚顶住了 又倒了又倒了 这有不该停车的 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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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可以叫他帮忙扶了 终于不用卸行李了 他们打开招呼 可以帮我扶一下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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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让我扶起来吗 对对对 麻烦把我扶一下车 我自己扶不起 你从刹车骑过来的是吧 对对对 多长时间啊 十二十一十二点走的吧 在哪边搬 就对你扶一下行李就行了 一二三 好了 怎么样 哎 好了 谢谢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是这里 停车不平 然后就倒了 我脚架一打就倒了 那没事 那你慢着吧 好好好 谢谢啊 不用不用 我押头 我也往前走了 好 谢谢你们 干嘛 干谢 第二次倒车运气真好 等了两三分钟就有辆车来了 沙沙主道金线鱼 这还不是野驴 是人家养的 驴 等车用驴 往往起来了 儿子시에有点危险的 快速通过 设计了一个立胶 这个是泡娃又一个立胶 前面这里又一个这种立胶 本来是有一条水路 这个高压电线,你们看 遇到爬沙古道有点在地下走 贴着这个墙头包起来 这里开始,它终于可以从空中走了 偶尔走到另一端 现在的电线地上走 山崎的喇叭好像又失灵了,你们听 如果没有沙沉的话,这个湖很好看的 有沙沉就沉上了一层 是一层,我在沙沉的喇叭 买卖的喇叭 是一层的,老婆 是一层的喇叭 是一层的喇叭 一层的喇叭 注意安全 行行行 我慢慢跑的我自己个人 KTM 塔沙驿站 我今天就到塔尔箱就塔沙驿站工艺救援 哇这个桥是到哪里的 他们说摩摩车跑一下比较爽 沙驿站工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咋回事 你们看 这边是绿色的 到前边就黄色了 按理要往这边流啊 往刹车方向流啊 它为什么往那边卡线方向流的感觉 自己穿越的模样 你自己啊 自己还注意安全啊 下面还有多少公里 下面啊 你说比较不好走的路吗 嗯 比较不好走的路 大概70公里 70公里 对 大概70公里之后就很好走的路了 好 里面没有信号 自己安全 天江的模样 公路车 天江的模样 公路车 你会到塔尔乡走吧 对啊 塔尔乡是吧 对啊 后面看不看到一个白车子跟我们一队 快一点 后面没有车 我没有看到车抄我了 就你们三张车抄了 哦 10公里 20公里 30公里 你有信息吗 没有信号 我也有离线地图 到塔尔乡可能还有30多公里吧 到塔尔乡还有30多公里 到塔尔乡还有多少公里 到塔尔乡 你走近路的话 不走瓦叉乡的话150 154 不查瓦叉乡 不走瓦叉乡的话154 我们不走瓦叉 我拿个地图看看 瓦叉是不是要走 瓦叉有盘龙古道 盘龙古道 对对对 盘龙古道挖的更麻烦 盘龙古道是好走的 都硬化了 我们就是怕走茶 大家今天不想走了 是吧 是吧 瓦叉乡是吧 我们现在到塔尔 就直接从这里到塔线 对对对 这条是进入150 现在是吧 甚至塔尔乡没到 哦 他就跑 他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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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了 感谢观看 这边的话其实它有点窄啊 我们已经把不好走的走完了 一塔尔乡还有20公里 赶快到塔尔乡了 今天从沙车嘛 可以走的就好难走一点前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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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行在这个里面蛮爽的 好 这个路有点陡哦 哦 这边是驿站吗 能在这里搭个帐篷吗 搭帐篷 谢谢 哦 这边是个酒店啊 咱在这边搭帐篷算了 咱晚上就选在这里搭帐篷 帐篷先不搭 咱先做饭 刚才去旁边的商店买了一瓶百事 一个煮豆 三个鸡蛋一共七块钱 这边物价还行 海拔两千米 比那个西藏便宜 大姐 你是哪里的 四川的 四川的主要是吃米饭是不是 米饭 哦 我们那边也主要吃米饭 但是我都能出来都能适应 吃米饭也好吃 面条也好 呵呵 你的锅拿大是高辣锅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西藏过来的 在西藏必须煮面条也得用高辣锅 海拔糕你知道吗 不然煮不熟 这边两千应该不用高辣锅 就当普通锅就行了 我本来想在这边买散装的 大米的纯米饭了 但是这边没有散装的大米麦 我就只能吃面条还有点挂面 这边海拔两千 这个高辣锅当普通锅 煮挂面就行了 这个地方的话好像前段时间 骑自行跳的区人是在 这个角落是拖垃圾的 这个未知录影的 这边是塔沙古道一站 刚才这边的老板来跟我说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他们提 可能非常非常好 但Paul这里风太大 那边是他做的一个酒吧 他说如果晚上风太大的话 就可以去一面打让棚 其实这个塔沙一站是他做的 这里是一个宾馆嘛 大家穿塔沙古道的话 想要住宿的话 这个塔沙箱算是在中间 这里塔沙一站可以住宿 如果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们 也可以来这边露营 老板非常非常好 去宾馆里面接水啊 都可以 非常棒的引力 把最后的挂面下完 哦 差点把纸下下去 这包挂面吃了可久了 因为有时候吃米饭很少吃 在西藏买的 煮挂面的正确方法 现在开了要加点冷水 又开了再加点冷水 这面条煮好了 要炒菜了 放一点点油 我的炉子还是调不了小火 就没办法只能大火炒了 发能低于一定的值 它就会灭 只能开的比较大 把锅拿上来一点 离远一点 炎工控制火候 待会再下 味道出来了 这个娃娃菜也是西藏带过来了 下辣糖 再浇酱油 好了 下点酱油 好了 下点酱油 哦 看到这两块西瓜没 在这里面有一个大姐给我的 酱油 酱油吃完了 因为面条是冷的 所以我打算把它 下到这锅 只能一锅了 现在最后煮面条才行 虽然挺黑暗的 但也蛮好吃的 我都吃完饭 看快过去一个小时了 你看 天还没黑了 因为这里是新疆 基本上最西边了 最西边的一块 应该这么说 这边11点才天黑了 现在是10点10分 你们听 这是什么声音 流水的声音 因为这旁边就是 塔什库尔干河 流速还是非常快的 所以声音还蛮响的 是不影响我睡觉的 这是自然的声音